三叉路口一辆拖板车及时而过 但这转弯幅度有点大 拖板车一个甩尾 车上满载的货物瞬间掉了下来 三辆机车停等红灯 完全来不及闪 直接被这从天而降的货物压倒在地 一箱箱白色货物洒了满地 几乎挡住了半条马路 机车就快要被埋在货物堆里了 受害骑士痛苦不堪 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因为压在他身上的 可是一片片大型瓷砖 事发在16号下午4点多 新北市鹰哥的樱桃路上 原来这里既是斜坡又是弯道 拖板车满载瓷砖 过弯速度太快 重心不稳才会洒了满地瓷砖 一共砸到三辆机车 三人受伤 索性都只有轻微擦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因为那边都是坐瓷砖的 大货车非常多 这边的大货车真的是 影响这边的交通真的很严重 大型瓷砖从天而降 骑士等红灯无辜被砸 是不是拖板车驾驶 没将瓷砖固定好 还是车速太快才会酿成意外 警方还要厘清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说明明明明显 我现在在这里 是什么 我说 我们在这边